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结婚那会儿 桃子是个对厨艺一窍不通的厨房新手 煮饭的时候 要么是水放多了 要么就是把饭煮焦了 刚结婚那会儿 桃子是个对厨艺一窍不通的厨房新手 煮饭的时候 要么是水放多了 要么就是把饭煮焦了 煮菜的时候也总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 做个铁板烧鱼 结果一面烧焦了 另一面还没熟 看着桃子做出来的饭菜 她丈夫却十分捧场 味道不行就夸卖相好 卖相不行就夸有营养 有时实在找不出可夸的点 就硬说自己喜欢吃这道菜 本来有些垂头丧气的桃子 看见丈夫如此卖力捧场 乐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不但没有从此终止自己的掌勺生涯 反倒乐此不疲地买来了各种各样的菜谱 一边对照着菜谱 一边掌勺做菜 这次盐放多了 下次就少放点 这次火开大了 下次就开小点 这次焖得太久了 下次就提前关火 就这样不断出错 不断改进 一年之后 桃子的厨艺也大有改进 已经可以有模有样地做出基本的家常菜了 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总是笑意奄奄 散发着幸福的烟火气 好的感情就应该是互相捧场 哪怕对方做出来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但我知道你在这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我看到了你的付出 也珍惜你的付出 哪怕你的菜做得不好吃 我也要为你做菜的这份心意捧场 哪怕你的家务做得不够好 我也要为你对这个家的操劳而捧场 所有的好都应该被重视 所有的付出都应该被珍惜 而在感情里 捧场就是对付出最好的回应 好的感情不是两个人始终齐头并进的前情 而是走得快的那个人 愿意转过身来 给走得慢的那个人加油打劲 我不会因为自己走得快而沾沾自喜 生气凌人 也不会因为你一时不如意就看低你 认为你无所作为 更不会只顾着自己加速往前走 而对你不管不顾 幸福感不是来自于我变得更好 而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好 电视剧《今婚》讲述的是主人公同志与文丽相伴走过50年婚姻的故事 相识之初 童志觉得文丽是最知性优雅的小学老师 文丽觉得童志是最温柔贴心的技术员 结婚之后 文丽看到童志加班后连脚都不洗 一身臭汗就直接躺在床上 便觉得他不再是那个有修养的文学青年 而童志看到文丽娇身惯养 爱干净 凡事总是上纲上线 便觉得他的完美形象不复存在 就这样 两个人都互相盯着对方的缺点 见生怨念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如果总是盯着不完美给他挑刺 甚至因此贬低 只会在两人之间产生一道阻力 把彼此越推越远 感情是一颗蜜糖 会把对方的优点不断放大 生活是现实 会放大对方的缺点 缩小对方的优点 甚至掩埋 而许多生活中的不愉快 是因为彼此拿着放大镜看缺点 而用望远镜看优点 其实 闪光点永远不会因为对方存在的缺点而被掩盖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 永远不会因为你存在的缺点 而有丝毫的减损 什么是好的感情 不是感情里的两个人都完美无缺 而是这两个人都有不完美之处 还能够互相捧场 我看到了你的缺点 但你在我的心里 却不会因为存在缺点 而有所贬值 或许你总是笨手笨脚 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但我依旧会为你捧场 因为我不仅看到了结果 更看到了你付出的过程 或许你遭遇了事业的低谷 但我依旧会为你捧场 因为我知道你只是一时失忆 不会一直失忆 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可以在文莫点赞 或转发到朋友圈 同时也期待在留言板读到你的故事 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说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愿你爱你所爱 活在当下 晚安啦 晚安啦